大家好,我是叶飞 现在给大家讲解一下 我让R2的一个新的名领 这个叫批量偏移曲线 这个跟1.2有很大的一个区别 选取偏移的曲线 那你看这边多了一些选项 这边是央视 这个央视就跟系统自带的是一样的 这边有个方向 方向的话实际上指的是偏移的方向 就是我们这个箭头所指的这个方向 那么这边有很多的一个选项 去定义各种各样的一个情况 这边是数量距离两侧预览 你看这是预览状态 这是自动优化 自动优化最后讲 常规 我们常规的时候 你看这个方向呢 千千百百的 我们可以通过这个 Net 内跟外 看到没有 我们去这样去控制它的一个方向 内跟外 好 我们应该还可以用点和向量去控制 比如说我们看这个 看一下这个 这个有一些是往这边偏 对吧 有一些是往这边偏 那我们要全部要以它往这边偏移的时候 我们可以用点 它全部靠这个点的方向去偏移 这样就可以快速的去改变一下它的这个方向 还有一种情况是比如说这样子的一个东西 对吧 我全部要朝这边偏移 朝里面偏移 我们可以这样子 好 点错命令了 这个 对吧 看到没有 它现在是有一些朝里面 有一些是朝外面 我们可以用这个点 全部朝这边 全部朝这边 还有一个叫做向量的 向量指的是什么呢 这样的全部朝一个方向 全部朝一个方向 然后这里还有一个自定义 自定义是什么呢 它可以单独去改变一个曲线的方向 但是呢 这里还有一个选项是单一或者是整体 全部 全部的话我们随便点一条线 它就全部改过来了 那我们单一的话点哪一条 它就反哪一条 这个是当其他的没办法全部自动去统一的时候 可以手动去改这个 这个叫自定义方向 好 然后再讲一下最后一个 你看我们系统自带的偏出来的话 这边是有一些这个偏出来会这样子 那我们可以用 这里有个自动优化 你点自动优化的时候 来看一下 我们看一下这个 把这个曲线炸开 把它就是两条线 把控制点打开 对吧 它就两条线 如果说我们不选这个自动优化的话 它炸开就是跟我们系统自带的是一样的 所以我们默认是让它自动优化 数量距离 这个都不用讲了 两侧 对吧 这个视频呢 就做到这里 对吧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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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感谢观看